有人被砍傷 救護車已經到場 袁警也趕緊確認附近監視器 想還原事發經過 監視器看一下 我先看一下怎麼樣 那邊照不到 營營做得一樣 對 要不要這樣 我一樣看一下 你照不到 我照這個範圍而已 堅持電眼就是沒照到 但袁警會這樣多次詢問 就是因為凌晨有一群人 在新北市林口民宅一樓前 遲到揮砍 以為是來尋仇 結果他們根本是同一群 甚至前幾分鐘前還在開心慶生 等壽星離開後 雙方因為口氣問題 瞬間翻臉 大打出手 四十歲夜姓男子先拿出菜刀 想嚇唬對方 其他兩人不甘示弱 也掏出西瓜刀 過程中二十三歲少姓男子砍傷人 夜姓男子手臂被劃傷 緊急送醫還好 沒有大礙 而嫌犯在警方到場前就已經離開 最後巡線帶到人 雖然事後被害人決定不提告 炸彈隨身帶刀出門 當機揮砍真的很嚇人 三人通通被帶回警局 TVN新聞 嚴若神陳冠宇 延伸的新北採訪報導 TVBS大運動家 跟運動迷一起禁忌的電行 馬上下載跟中華隊一起Owen